5月9日 李宇春现身乌镇戏剧节开幕式 当天她身穿黑色复古西装 蓝色超短裤 米色皮鞋 时尚范成为众星中的焦点 此次以如梦之梦主演身份出席戏剧节 在采访过程中 不时有娱乐记者问及同届超女和结婚事的问题 李宇春表示完全不知情 她有要结婚吗 她不是已经求婚了吗 求婚跟结婚是不一样的 她今天也没有结婚 她今天都问一下跟剧有关的吗 我真的不知道 近日选秀节目快乐男生时隔一年重出江湖 受到了不少关注 还有网友报告 李宇春也有意加盟其中 对此李宇春首次做出回应 再一个就是因为话剧而延期的歪命 所以我还没有具体的去整理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 而且因为可能话剧的时间的关系 还有就是歪命延期 还有一张新专辑要做 我觉得也许可能时间方面也不是特别 可以大的相片